大家好,豹子培训的大电话版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再跟大家简单来聊一聊 首先呢,就是又到了面试的旺季 大家欢迎大家使用豹子的这个模拟面试的业务 然后呢,其次呢,我们现在的微信呢 已经有好几千人的关注了 然后呢,都是实在在的干货 大家该分享赶快分享啊 今天我们来讲一道题 是这么一道题,叫做Power of Two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给你一个数 给你一个整数,然后呢,写一个方法 然后呢,看看这个数是不是2的这个几次密 那么拿到这道题呢,大家肯定现在想啊 最简单的方法肯定就是来除一除呗 对不对,你就不停的,比如说一个数不停的除 如果是一个技数一除,肯定就不行了,对吧 然后当于这个数比2要小的时候 然后呢,如果除到比2要小 那所有的余数一直都是模样都是0的话 那么就证明这个数肯定就是一个Power of Two 你想想用来8来除一下 比如说10来除的话 10除以2.5,但是5除以再往下除 那又不行了 但是呢,你就是一点啊 发现它这个有一个Beat 所以说脑里面就稍微想一下 就是当你 当你想到除法的时候 不仅仅是简单的除法 然后呢,尤其是跟2相关的时候 脑里想一想 有没有可能就是Beat 因为Beat就是左移右移就是乘2除2的问题 对吧 然后呢 呃 这个话说的不严谨 左移右移应该是除2乘2的问题 往右往左移是一直是乘以2 然后往右移是除以2对吧 所以说这个题你就想想乘2除2 那么大概的思路就是那么 你知道有intg肯定就是32位 所以说你如果是2的次密的话 那么只能有一个在某一个Beat 对吧 有了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简单写一下 不过首先我们要想一下 就是说 如果大家还记得当年的那个图长什么样的话 对吧 应该能记住就是说 2的多少次密 它肯定是一个在X周上面的数 而且跟X周永远不会相较 你看2的0四方等于乙 是这么一条曲线 对吧 所以说这个题我们做的时候 如果是n小于或者等于0 那么它永远不可能是2的多少次密 否则的话 我们就是 one bit count equals to 0 对吧 一共有几位呢 32位 然后呢 如果这个数摸上这个倚等于这个倚的话 那么one bit count 咱就给它加价 然后呢 n呢 就是往右移位吧 往左移 往右移位 然后呢 必须得往右移 往左移不行 对吧 想想 对 往左移就 往左移这个在移走了 那就不行 所以说呢 最后呢 你就要return 看一下这个one bit count 看一下这个one bit count 跟这个倚是不是相同 如果它只有1位 那么就是肯定是行了 否则的话就是不行了 然后我们检查一下 如果是负数的话 肯定不行 对吧 然后正数的话 一共32位 每次跟1去抹 对吧 然后有的话 你就这样 看起来像是对了 反正这个就是移了32次 就还好 第10个bet operator type of binary operator 这个因为可能end的优先级 应该是比较低吧 所以说你要先把它end一下 对因为这个的优先级比较低 所以说你先把它扩住 但是这个题 这样做的话 反正是肯定可以 面试官一般觉得也可以 对吧 但是这个题还有个更牛逼的接法 然后呢 这个接法呢 就比较狠了 这是一个牛逼红红的接法 牛逼红红的接法呢 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个数呢 是2的多少次放 对吧 然后呢 你减去一个以 那么剩下的数 所有肯定就是 就假设这个就是正数 我们先不考虑复数情况 当你减去以的话 那么所有的其他的背称都是以 所以说你这两个数end一下的话 那么肯定就应该是0 不是0的话 那么肯定就不是2的多少次你 懂这个意思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个例子 然后举个例子 如果是把的话 那么就是1000对吧 然后呢 你减去1的话 那就变成0 111就变成7对吧 所以说一模 肯定肯定就是0对吧 然后呢 如果你换一个数 你就91001-1是8 1000 那么摸一下的话 还是等于1 就不等于0 所以说我们就return一下 n必须要大于0对吧 小几点点肯定不行 而且呢 n nand n-1 刚才我没吸取教训了 这个and的优先级呢 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你先-1 然后呢 必须要等于0的话 那么它就是puboff2 否则的话就不是 那么这次一个 这个复杂度就不影响 这是O1的操作吗 对吧 这就是一个O1的一个操作 刚才那个是一个 还是一个小O1的操作 nz32 n大于0 and 其实可以没有这个 还是有吧 and n-1 这个括号 more 和女等于0 什么意思 line29 分号expected 这难道不是分号吗 大黑甜的 我已经晕了 Return一个boolean 对吧 n大于0 必须的 而且呢 n n的n-1 n的n-1 等于0 哎我的妈呀 太不好意思了 大家就笑一笑就好了 哎 这的operator on type 哎呀 这是怎么搞的呀 啊 行吧 坐会儿看一下吧 反正是写的挺实的 OK 好了 先这样子